2006年6月11日 加拿大基督教覺醒報道團 號角月報第一次舉行 盛大的異像分享晚會 當時加拿大基督教覺醒 報道團的號角月報 知道讀者對號角的要求不斷提高 又看到有擴展福音事工的需要 但是由於各星的資源有限 號角辦公室太小 連印好的報紙也只能借用一間教會門前擺放 令到號角的發展受到極大的限制 加上辦公室租約期滿必須本錢 我們的理想就是自製較大的辦公室 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董事以及同工都知道 號角並沒有任何資產 每月出版報紙的龐大開支 已經足夠見找 怎麼會有能力構成到辦公室呢 大家只有不斷討告 只有向神呼求 我們相信 主我的神喔 你必應找我 我們的神是大能的神 他行大事不可測度 行其事不可升數 神將不可能變成可能 在短短幾個月之內 神竟然將一個面積三千多平方尺的辦公室賜給我們 2006年10月2日 加拿大基督教各星報道團號各月報 正式喬遷到 位於萬錦市 Steel Case for West 300號 UNIT 28的新辦公室 這裏有幾個辦公的房間 用作行政編輯和製作部 另外又有一個可以傳放報紙書刊的儲存庫 貨車可以駛入來喜舍號各月報 運送到各個派報點 這裏還有充足的空間 被義工包紮報紙 寄運到其他地區 樓上亦有辦公的房間 更加有一個可以容納幾十人聚會的地方 要清重耶和華你的神 因他將那美地賜給你了 神的賜語真是超過董事和同工的所想所求 扣置新辦公室所需的款項合共是三十二萬三千元 加拿大角星一向毫無知財全無行產 怎樣去繳付這筆款項呢 我們沒有辦法 但是神有辦法 神話我要將暗中的寶物和隱密的財寶賜給你 使你知道提名照你的就是我耶和華以色列的神 在去年六月十一日 異仗分享晚會之後 我們為扣置新子作出奉獻賦予 神藉著弟兄姊妹的愛心奉獻 不少教會以及機構大力支持 亦有很多弟兄姊妹為新子的裝修 水電冷氣等大小工程增添器材各方面義務幫助 到了今年六月初我們只是還欠款二萬多元 這個時候意想不到的神跡竟然出現 今年六月十一日即是剛剛一年之後 一位姊妹將扣子所欠的餘款全部奉獻 使扣子的款項得以全部還清 這個實在是一個奇妙的神跡 哈利路亞我們的神是值得清重的 我要一心稱謝耶和華 我要傳讓你一切奇妙的作為 各星十五載主恩情滿載 今年是加拿大基督教各星報道團 號國月報成立第十五周年 實在感謝眾教會、眾機構、各位牧者和弟兄姊妹 對我們的支持、奉獻和代討 感謝大家和我們一起牽手走主道路 一起經歷神的恩典、神的信實 耶和華你的神 在你手裡所辦的一切事上 以賜福與你 你走者大曠野 他都知道了 耶和華你的神 尚與你同在 故此你一無所決 願榮耀讚美 都歸於我們天上的父神 在你身上 這位是否能夠 與你少年 有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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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